看到一个人 他在上帝面前重生得救之后 他的生命变化 然后继续跟从神 这么简单 我看到之后何等的喜乐 就是这么简单 圣经说 一个属神的人 他重生悔改 在天上大有喜乐 天使都欢呼 上帝也欢呼 这是最大的喜乐了 不要讲什么做大司公 传福音给万人 不要讲那个东西 就是这么简单 你看到这么简单的生命 好像一个小子 他就重生得救 然后有一天他就 我们说我要受洗 然后开始来崇拜 开始来祷告会 开始了这样的继续 就证明 上帝真的得着了他了 他是一个真实重生的人 所以我讲重生 为什么我说重生 因为我不要大家认为说 决之祷告 就是决之祷告 还是一个行为 对不对 我讲的是重生 我在中国大陆 给很多人 决之祷告 给很多人受洗了 但是来教会 真的继续看到 要继续跟从主的人 不多 但是我看到 当我看到 好像一个彼得 一个约翰 这样的生命 当他们 主啊 我们遇见了你 之后呢 之后 非跟从你不可 这是真的重生的生命 上帝得着他了 喝得洗了 我就看到 这样的人 一个一个被主得着 然后起来 跟从主传福音 这个时代 影响他们的家人 家族 他们的周围 何等喜乐 就是这么简单 我看到 一个这样的生命 起来的时候呢 所以为什么 有Remnant Conference 今天很多Remnant 在我们当中了 对不对 就是为你们喜乐 我们是看到 你们是非跟从上帝不可 就是这样喜乐 没有其他喜乐了 吃得喜乐吗 今天生子很喜乐吗 能够会变的